上了公车将卡放在机器前 逼医生就入座 合理票价路线方便 但常坐公车的民众 想也想不到 基隆市公车竟然连年亏损 公车怎么会亏损 现在的基隆公车那么好 基隆公车便利好用 但是财务负担却不停扩大 这款金额达到12亿元 基隆市公车一段票收取15元 学生打椅子是9元 但从有悠悠卡以来差额6元 全是公车处吸收 同样老人设付卡免费 社会处每人只补助8元 7元差额也是由公车处吸收 合计向银行借来12亿元苦生 而除了向银行借贷 交通处每年还要编7600万元 溢注在市公车营运 及偏远路线营运亏损 加上3000万在市公车 优待卡票差补贴 总之帮助学生都是好的 学生赚钱也不容易 亏损的补贴的部分的话 像学生票这部分的话 是没有补贴 那今年的话是有增加了1800万 施工车处表示 2088快捷公车启用后 少了市区转程 对公车冲击又会增加 如果要开源节流 可能就要考虑检讨取代 学生专车路线 记者朱丁荣 张以安 基隆报道